这个影片会有武器推荐 剩一屋选择 大世界能力对比 深渊十二层 萧 敌入客 还有新角色 加明的深渊展示 好的大家好 我是小黄 今天抽到闲晕了 给大家看看 这边已经拉到九十击了 武器这边呢 我选择是四座知名童 就是之前的武器 如果大家没有这个武器的话呢 可以考虑用这个细风秘点 或者是这个四座金箔 都是很不错的 因为它可以回能量 如果闲晕开不到大家的话呢 可以考虑这两个武器 那还有两把武器呢 蛮推荐的 第一把是暗向的九与十 它的能力呢 有一点像正式知名童 可是这个呢 它的副磁条呢 是这个充能效率 但是它的被动呢 是通过充斥 或者带充斥的时候呢 它会给你一个攻击力加成 所以是非常契合 这个闲晕的 但是它需要在 这个特定的卡池里面抽出来 所以大家有 可以使用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白城之环 但是这个呢 是需要有雷元素反应 这个可以给你的队友增伤的 这个呢 你看你的队友 有没有雷属性角色 如果有的话 可以考虑这一把武器 我自己呢 是选择这一个武器 因为它可以给攻击力跟充能 都是仙云非常需要的词条 剩一物呢 我有两个推荐 一个选择是风套 另一个选择呢 是这个西石之歌 西石之歌呢 比较推荐你跟一些队伍 没有雷火水兵反应的角色呢 来组队的 因为萧跟钟离这个队伍呢 是没有任何元素反应的 所以你带西石之歌呢 会比较油 然后另外一个队伍呢 比如说跟这个新角色 嘉明呢 可以带风套 来帮他减这个水炕 或者是火炕 然后剩一物的最后三件 主持条选择呢 杀漏我推荐 充能效率 保证你的大招可以开出来 可以增加你的效攻击伤害 还有回血 杀漏呢 我推荐攻击力 然后最后一件头呢 你可以在攻击力跟治疗做选择 如果你的队伍里面呢 有水神 那就要带治疗会比较好 就是你可以回比较多的血量 可以提高你那个水神的大招 比较快叠成 如果你是没有带水神的话呢 你有带钟离 班尼特这样的角色呢 我就推荐这边带攻击力 让你的下落攻击伤害比较高 就是这样啦 这边看你有没有带水神 没有水神的话呢 就带攻击力比较油 由于呢 我是偏向测试灵命角色的 所以这边我的命作呢 是灵命的 闲云的天赋加点推荐呢 建议点大招就可以了 因为另外两个技能呢 没有什么伤害的 最主要我们要看它的大招来回血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队伍呢 有另外一个奶妈的情况下呢 你可以考虑连大招都不需要点 最主要呢 你要提升它的等级 把它的天赋点出来 因为它的天赋呢 是跟这个下落攻击增伤挂钩的 好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战绩 它的战绩呢 是可以三连跳的 等确时间是12秒 也就是可以释放三次 当它在第三次的时候呢 它的CD就会显示出来了 可是它显示的呢 不是12秒 是9点多 也就是它在一开始起跳的时候呢 时间就开始计算了 接下来呢 我把我的体力条用完 然后我起跳第三段 我按普攻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一只鸟冲下来 同时呢 也会恢复一些体力条 关于第三段 你不按普攻冲下来的时候呢 它也是会恢复一些体力条了 当它降落的时候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 当我们在大世界体验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不释放那个变成一只鸟 冲下来的普攻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3秒的减CD 这边可以注意看一看 当你的释放方式是狂点3次元素战技的时候呢 它会飞向天空 这样的释放方式呢 适合拿来爬山 如果地面是平坦的地面呢 建议闲运的脚碰到地上的时候呢 才按战技 因为闲运的第三段战技呢 它会判定你如果脚在地面的话呢 它会往前冲刺 如果你的脚在天空的时候呢 它会往上冲刺 让你飞得更高 好我们现在看直线冲刺可以多远 首先先上闪兵 然后到了这个地点的时候呢 插一个锚点 我们再看下一位选手 到夜兰 很多人很推荐的一个角色 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 到提米的身边了 好接下来到闲云 三连跳 可以看到比闪兵再短一点点 但是它的优势是在爬山啊 因为闪兵跟夜兰爬山的时候呢 没有它那么强 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天赋 只有它一个人有而已 就是滑翔的时候呢 速度是比较快的 好说完了大世界的体验呢 在实战的时候呢 通常我们按一次战技就按普攻了 不需要按三次战技 因为这样子呢 节奏会比较快 而且也可以铲球了 然后我们打开了技能的时候呢 这边会显示一个叫做冲击波了 这个冲击波呢 也就是你的仙云变成一只鸟 冲下来的时候 当我们释放第一段 第二段第三段呢 不同的段数的时候呢 这个冲下来的伤害呢 会不一样的 就是你释放普攻的时候 然后有什么用处呢 能够呢 让我们的这个固有天赋1呢 产生一个被动 这个被动呢 就是可以提高我们角色 下落攻击的暴击率的 最高可以达到10%的暴击率 但是你需要达到4个敌人 拿到4成的这个风铃 接下来呢 要介绍它的大招 它的大招呢 是要70点能量的 然后冷却时间呢 是18秒 然后持续时间是16秒 所以是只有2秒的真空气 是很不错的 好 首先这边我水深先开大 给大家看一看 我在治疗头的情况下呢 开一个大招可以跌多少层 这边开大可以看 三个头上来是100层 然后它的机关鸟呢 会跟着我们 在这个持续时间里面呢 不断的给我们后台角色 还有前台角色回血 另外一个能力呢 也就是仙云开的大招过后呢 在它的持续时间里面呢 我们所有队友 只要在队伍里面的 起跳呢 都可以跳到非常高 然后可以打这个下落攻击 然后仙云的这一个大招呢 跟固有天赋2是有关系的 就是当我们开大了过后呢 它会根据仙云现在的攻击力 200%的情况下 给角色增加下落攻击的伤害 最多达到9000 然后呢 这个伤害呢 是只可以对单而已 每0.4秒出发一次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仙云呢 要达到9000呢 这边是需要达到4500的攻击力的 所以大家能够堆多少攻击力 就堆多少 好的 讲完了仙云的机制呢 先来看一看 这个仙云可以进什么队伍 这边我推荐三个队伍 第一个队伍呢 是跟肖 第二个队伍是这个佳明 我也拉了 第二个是这个迪路克 那这三个队伍里面呢 我个人认为提升最大的呢 是这个迪路克的队伍 过来我会给大家看看那个伤害 好大概给大家了解一下我的配置 法禄三是满命的 弗妮娜0命 萧0命 然后佳明0命 我有2命 但是我先没有点 给大家看看0命的佳明 然后迪路克呢 是有1命的 就是这样而已 然后巴尼特这边是5命 我自己试下来这个队伍真的很好用 三个队伍呢 都有弗妮娜 所以我的仙云呢 三个队伍都在带风套的 跟大家说明一下 然后带充能杀 攻击杯 还有治疗头 好这边拿12层深渊 上半第一阶 这个打装机 大铁块 让萧来对单看看 好 减风抗 加风上 好我一戳是可以到10万了 自己看过 我还没有跳最高 跳最高 是肯定可以10万的 因为我为了跳的快一点 我是跳半空而已 这里 因为跳半空你动作会比较快 你跳最高的时候他的前腰会太长了 因为我三风啊 几乎是很容易充满大招的 还是蛮舒服的 所以法路山又是6命了 我不需要特地开战机普攻 好这边差不多结束了 可以看看那个时间 好 9分9秒结束 好现在到迪路克的队伍 很爽 真的很爽 这个队伍 真的很爽 我给大家看看 我先开完技能先 好 小 什么小 迪路克开大 好 等他下来 受死吧 12万 10万 哇 他这个前腰很短哦 因为迪路克的这个大剑 他的下落攻击前腰很短 你会很明显感觉是快过小的 他打下落攻击 速度很快哦 好像打装机那样 真正的打装机 好 再来 开打 好 疯狂跳 很快 你可以看到那个速度 他跳的速度很快 虽然没有消伤害高 可是他跳的速度很快 结束时间是9分4秒 好 这个佳明呢 我其实有一套猎人套 跟一套魔女套 我自己测试下来呢 我自己的魔女套伤害会比较高 魔女套最高可以打出一个12万 就是在第一波的时候 下落攻击可以打到12万 然后如果用猎人套呢 只可以在11万 所以我最后魔女套也打得快一些 我自己试了 快一两秒左右 如果你没有刷魔女套呢 用猎人套 差距也不会非常大 所以这两个套装呢 都可以使用 但是我自己伤害比较高 是魔女套 然后佳明这边要注意的就是呢 他这个狮子回来是比较慢的 他不能够像迪路克这样平民跳 因为他要等狮子回来呢 按战机才会跳起来 所以我自己是打一次下落攻击 然后打一次狮子的战机跳 这边也试下给大家看我的手法 我自己试下的这个伤害是比较高的 好开大了 狮子回来 战机一次 跳 下落攻击 战机一次 跳 下落攻击 战机一次 跳 下落攻击 战机一次 好应该是结束了 我的鸟没有在跳了 这一个手法是很舒服的 而且如果你巴尼特有点开这个六命的话呢 伤害会更高 因为我没有点开六命 佳明的主持条选择呢 非常简单 攻火爆 然后这边呢 我有两个套装 一个是魔女套 魔女套的面板呢 是在63爆击 153的爆伤 然后一个是猎人套 然后里面套装呢 还是一样的 攻火爆 然后我的面板呢 大概在这边 上下 160 150 然后武器呢 大概是狼魔 命座这边我零命 我没有点开命座 然后天赋这边呢 组点战机就可以了 大招跟普攻 你有技能的话就升 你不要升也可以 放个6 放个1也可以 最主要是战机要省 因为它的下落攻击呢 是跟这个战机有关系的 好的 闲运跟佳明的测试就到这边了 我自己比较 下到的是 这个迪路克的提升是真的很大 因为迪路克的下落攻击 真的是太快了 我觉得玩下来 比笑还要爽 哈哈哈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抽 闲运的话可以 去测试一下 看在迪路克 好 我的这个影片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多关注下我这个频道吧 再见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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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